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莎莎姐 又到了我们美丽人生优雅时光这个频道 那么现在呢还是五一放假 五一虽然放假可是我不放假 因为我有一个责任 要和朋友们每天做一个分享 前几天我还在说 到了七十岁以后还有温度 感觉自己有价值 能够把过去今年累积的专业的知识 和朋友们分享 帮助一些朋友们能够更健康更美丽 这就是我自己感觉到的价值 我老伴最近也常常说我 七十岁以后还有价值 这是我老伴对我的评价 这我个人 我代表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说一说我们作为一个现在五零后的老年人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之中呢 有很多很多的挫折 从小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如意 比方说那时候那时候有一些 那个时候呢在台湾或者是在大陆 大家的生活都很不富裕 有很多很多生活的难处 生活的挫折 几乎很少是在一种富裕的家庭中成长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吃了很多苦 那到了我们慢慢成熟长大的以后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自己还年轻 有很多的不懂事 不懂得怎么去处理 也没有办法去面对很多很多的社会的疑难杂症 所以也创了一笔子灰 等到我们已经进入养老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是不是已经老了 是不是已经没有一些追求了 在退休之后有落差吧 感觉到自己是不是没有用了 每天在家里面和一奶奶唠嗑聊天 就是这点事 有的时候会否定自己 是不是人生没有什么价值了 自从我介入自媒体三年多 记录我们家一奶奶的点点滴滴的生活 那我又觉得生活还挺有价值的 挺有意思的 能够把奶奶的整个状况 把它记录下来 等到若干年后 奶奶百岁之后 我们还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这是我当初的想法 那现在呢 又是因为一些朋友们在帮鼓励我 一定要谈一谈 我的专业这方面 所以我就开了这个 每天晚上这个 美丽人生这个频道 那经过这一个多月 不到两个月 那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的心里的感受 家人对我的认可 然后我自己感觉到 我的精神价值提高了 我感觉到我有成就感 而且帮助了很多朋友们 很迷茫 不知道皮肤应该怎么去保养 健康 如何再展现自己的美丽 这方面的一些美的专业知识 刚好有这个机会 这方面的过去的经验 这就是一种怎么样 过了七十之后才发现 自己还有温度 好了 说了半天 今天还是要介绍一款产品 就是我最喜欢的面膜 就是泼尿酸 海藻 蚕丝 面膜 这个面膜呢 好处在哪里呢 就是敷上这个面膜呢 感觉到皮肤不会那么闷 透气 因为它的整个娃娃脸 是用日本的蚕丝 绵 敷在脸上 能够透气 敷完面膜之后呢 就觉得自己的皮肤湿润 我基本上是和我老伴呢 每周最少最少一次 最多两次 敷这个面膜 我觉得这个面膜真的很好 目前来讲是39块9 就40块钱一盒 里面有五片 里面有这样子的五片 五片相当于40块钱 它有优惠价99块 可以99块买三盒15片 那就相当于33块一盒五片 一个月用15片的面膜够了 你的皮肤水当当 保湿度一定很够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呢 我为什么会推荐呢 再一次讲 我为什么会推荐呢 我觉得价格公道 价格合理 然后呢 它的那个保湿的成分 补水的成分够 还有呢 它的质量也很高 用那张 贴在脸上那块布呢 是蚕丝做的 日本的一个蚕丝 非常好 所以价廉物美 清明 那我们花99块15片 我和我老伴一个月 基本上就用三盒 花100块钱 就是99块嘛 刚刚好 我们两个人用 刚刚好 有些朋友们 皮肤比较干的 皮肤比较干 对保养过去都是一片空白 突然用上面膜呢 就会有点痒痒的 刺刺的 好像有点过敏的感觉 隔了两天三天以后 你再敷这个面膜的时候 这种就会消失 就不会那么严重 并不是过敏 是你的皮肤本身太干了 那容易这个一下子 用了这么强的 补水保湿的面膜呢 会有一种反应 好 希望朋友们要了解 用了这个 破尿酸海藻面膜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找我 找我 没问题 好 我会帮大家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 好吗 希望大家在夏天的时候 除了防晒 还要补湿 让我们的皮肤舒服一点 能够吸收水分 让皮肤不至于干燥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再见